台中港离岸风场在7号上午发现一具男性的遗体 由于基座距离这个岸边是有10公里 一般人是不容易到达的 到底男子为什么会沉湿在这个地方 另外更让人不解的是 他的身上没有明显外伤 遗体也没有肿胀 遗物也都是完整的 法医高大臣就推测了 这个男子很有可能是缺水 再加上被烈日扑晒身亡 但是确切死因 要等到台中地检署解剖之后才能理清 台中海巡署人员7号激活报案 说离岸一起封场A4风机爬梯平台上 发现一具男性遗体 14号下午检察官与法医到殡仪馆 进行解剖要厘清死因 离奇的是死者城市的这个地方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由于平台位置离海岸10公里远 约三层楼高10公尺 男子为何会跑去那里 是检警追查重点 根据了解男子大约160公分 身上没有明显外伤 也没有肿胀腐烂 衣物也都完整 但脸和四肢有明显晒伤 法医高达成就大胆推测 很有可能是因为缺水 再加上被烈日扑晒身亡 另外死者的身份也沉迷 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和刺青 可以证明身份 初步判断是一名中年男子 加上封定公司更说没有员工失踪 检警除了采集男子的DNA 进行比对身份外 一连串的疑点也都要等到 解剖报告出炉后 才能够理清 街江五向三 台中报道